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 试惯个为什么,开始了! 为什么萤火虫会一闪一闪的发光呢? 在夏天的炎热的夜晚, 当你走到草丛边, 可能会看到一闪一闪的小小的亮光, 那就是萤火虫在发光呢。 萤火虫的光,有的黄绿,有的橙红, 亮度也各不相同, 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呢? 其实,它们发光的部分是在腹部最后两节, 这两节在白天是灰白色的, 到了黑夜才能发出亮光, 光是通过透明的表皮而发出来的, 在表皮的下面是一些能发光的细胞, 发光细胞的下面是另外一些能发射光线的细胞, 其中充满着小颗粒, 称为线粒体。 线粒体能把身体所吸收的养分、养化和成某种含有能量的物质。 发光细胞含有两种特别的成分, 一种叫做荧光素, 一种呢,叫做荧光酶。 荧光素和含有能量的物质相结合, 在有氧气时, 受到荧光酶的催化作用, 使化学能转化为光能, 于是就产生光亮了。 那在夏夜, 萤火虫常常一闪一闪的发光, 就是因为它能控制对发光细胞的氧气供应的缘故。